了解世界各地教堂中最受欢迎的赞美式之一的惊人故事 以下是由弗雷德里克·M.雷曼 Frederick M. Lehmann撰写的《真神之爱》的历史 以及他是如何成为作者的 改编至阿尔·史密斯·L. Smith的赞美式历史宝库 TREASURY OF HIMS HISTORY 弗雷德·雷曼 M. Lehmann Frederick M. Lehmann是一位加州商人 他因为商业逆流而失去了一切 他被迫将工作时间花在体力劳动上 在帕萨迪娜的一家包装厂工作 将橙子和柠檬装进木箱 这不是写情歌的理想环境 但这是主选择使用的环境 雷曼先生是一位基督徒 他为自己的救恩而欢欣鼓舞 周日晚上 关于上帝之爱的步道 使他非常的感动 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 前一天晚上的快感并没有离开他 当他开车去包装厂时 一首歌的创作 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汇集 以上帝的爱为主题 一整天 当他打包橙子和柠檬时 话语不断流淌 也许他在走的时候 在各种破碎的板条箱上 写下了文字 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 把这些话写在纸上 回到家后 他匆匆忙忙地走到 他旧历史的钢琴前 开始安排歌词 并创作适合他们的旋律 他很快地就完成了两节的旋律 但现在他该怎么办 在那些日子里 一首歌必须至少有三节 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 与我们这个时代 只需三个字的歌曲相去甚远 他试图想出第三节 但无济于事 这些话只是不会到位 就在这时 他想起了前段时间 有人送给他一首诗 四处寻找 他发现这首诗印在一张卡片上 他用这张卡片作为书签 当雷曼先生读到这些文字时 他的心被他们描绘了 上帝之爱的充分画面所寄动 然后注意到卡片底部的字迹 这些话是有大约200年前 被发现写在监狱的牢房的墙上的 不知道这名囚犯为什么被监禁 也不知道这些话是原创的 还是他在某个地方听过 并决定把他们放在一个 可以提醒他上帝之爱的伟大的地方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他都把他写在牢房的墙上 在适当的时候 他使了负责重新粉碎他牢房的人 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在他们的画笔默契他们之前 其中一个人把他们记下来 因此他们被保存了下来 他读的诗是 我们能用墨水填满海洋 羊皮子的天空被制成吗 难道地球上的每一根筋 都是以毛笔 每个人都是抄写人 在上面写下上帝的爱 会把海洋排干 卷轴也不能包含 从天空延伸到天空的全部 雷曼走到钢琴前 开始用他刚刚写的旋律 说出这些词 他们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这是一个奇迹 这首歌出版了 这首歌出版了 一直到今天 这些词是最后一节 在后来的几年里 阿尔夫雷德·史密斯 Alfred B. Smith 知道了这些词的起源 这揭示了这首歌 创作中更大的奇迹 最初的第三节 是在一千年左右 由犹太拉比梅尔本伊撒克 内霍里亚用西伯来语写成的 上帝知道雷曼要写一首歌 也意识到雷曼很难写第三节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拉比 他虽然不接受基督为弥赛亚 但确实拥有用文字生动的 描绘上帝之爱的技能 他会保存这些话 然后几百年后 他会让这个囚犯 把它翻译成一种 当时还不存在的语言 即英语 想想看 他做到了恰到好处的米 以适应雷曼的旋律 真生之爱 回答无穷 口舍笔墨 难以形容 高潮足天 身与足海 长阔高深 是无论别 始终犯罪 堕入墨游 深浅爱之拯救 是我罪人 与生合好 赦免一切罪前 无声之爱 何等丰富 伟大无限 永远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圣徒送阳 世事长伤 变幻无敌 英君王地位 兴率无常 忍遂顽顾 不肯祈祈祷 求三百世 无欲宝藏 单身之爱 离古永藏 未到无限 无量 世心救赎 亚当后遇 天是圣徒送阳 言 神之爱 何等丰富 味道无限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圣徒送娘 天上逐天 便为纸张 地下合情 便为笔杆 世上海洋 便为墨碎 温人集团 眉头苦干 耗尽之力 描写主爱 海洋墨碎 灰干 安眷随长 路地连天 仍未表达 偷藏 后生之爱 何等丰富 味道无限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圣徒送娘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永远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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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ろ地连天